自1996年开始 圆明园遗址公园先后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为圆明园遗址史上最大规模的发掘项目 而且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其中近日考古人员在如原两段巨大的失调上 就发现了嘉庆皇帝的玉璧提克 以及拥有四个方向出口的甲山环岛 圆明园能否重现昔日万元之元的容貌 考古人员还有哪些新的发现 看看新闻Knews记者王一鸣 现在就带你走进圆明园考古发掘现场 从1996年至今 圆明园遗址公园已经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工作 而此次发掘工作是圆明园遗址史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发掘项目 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比如发现了嘉庆皇帝的玉璧提克 比如发现了四边带有出口的甲山环岛 除了这两个重大的发现之外 圆明园这一次考古发掘还有其他哪些重要的发现呢 今天我们很有幸请到了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三研究院的张忠华 第三研究院的张忠华主任 张忠华你好 张忠华也是圆明园课题组的组长 对圆明园考古发掘工作有着多年的研究经验 今天就请张忠华带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圆明园此次号称史上最大规模的挖掘项目 还有哪些重大的发现 如园遗址呢 其实它是有来历的 我们知道乾隆皇帝喜欢下江南 他一生下过六次江南 他多次到江宁 就是现在的南京 他在南京有一个叫中山王徐达 他的西花园 然后他就特别喜欢 他给他体名叫詹元 现在也是南京的四大名园之一 然后呢 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 他上宫廷画社就访到圆明园来 他最开始叫詹元 然后到乾隆三十二年始月的时候 就改名叫如园 其实就如同瞻眼的意思 他乾隆三十二年建成的时候 他花费了多少钱呢 是花费了十一万两白银 然后到嘉庆十六年的时候 经过四十多年 然后有的建筑就比较老旧 然后嘉庆皇帝就给他整个如园翻修了一遍 形成了著名的如园嘉庆石井 而且那个嘉庆皇帝呢 对这石井呢 都写过玉制诗 然后呢 一会儿呢 我们古迹是能够看到嘉庆皇帝的玉笔 那我们就从如园的宫门往里走 就大家可以想象着 然后跟着我 从如园的宫门 然后咱们一步一景 然后慢慢的走 其实如园遗址呢 是我们从2013年启动 这次发掘以来呢 是发现的首座呢 仿江南园林遗址 也是保存最好的一座遗址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宫门 其实宫门不大 其实就面阔三间 然后呢 我们都看到就比较 它的特色呢 从一进宫门 它的特色就在于 首先是它的道路 它的道路呢 就是比较窄 然后它是面向西的 就是整个如园和我们中国的传统建筑 它是布局不一样的地方 就在于 我们中国传统的建筑呢 它是叫做北朝南 但是呢 如整个如园呢 它是做东朝西的 而且呢 进宫门的话 它的台阶呢 是非常的不规整 就非常如意 就是当时踩的石头 是什么样子的 就摆在这儿了 它不是没有专门 通过刻意来摆放 对 没有专门的雕阻 然后就我们呢 叫如意踏步 而且它的两侧呢 在中国古代建筑里边 它叫锤带 有锤带 但是呢 在整个如园的建筑里面呢 它就没有锤带 它就是两侧堆的菜壶石 或者甲山石 就是我们呢 叫云朵 塔座 其实云朵呢 就是它的形状呢 就像云朵一样 那我们继续就往前走 进了它的宫门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建筑 这个建筑呢 然后叫新赏石 这个新赏石呢 然后保存的还是比较好 然后它的开机基本上都在 然后还有一部分台名 台名然而上的比较少 我们能够就是发现呢 就是说它 其实皇家呢 也不一定非得用比较好的石头 或者说 比较完整的砖 来建这个建筑 其实大部分圆明圆的建筑呢 它都是用那个大小不等的石块砌的墙 我们叫火皮墙 这个新赏石是做什么用的呢 乾隆皇帝曾经写过一首诗 它其中有一句叫 梅心柳绿一石心 就梅心柳绿一石心 就说明啊 可能应该是初春 或者说那个春天 然后那个 在梅 梅花开的时候 然后在柳树呢 刚发芽的时候 然后皇帝呢 在这地方赏梅 赏柳树 然后另外呢 文献还记载 就是皇帝们经常在这读书 就是我们能发现 从那个宫门进来 然后还有从新上市出来 都有当时的涌路 这其实 我们可以叫玉路 我们能发现 其实圆明圆的路啊 其实并不宽 对 但是我看这个 保存还是很完整 包括两边有石砖 中间有盒板石 对 还有中间 还有流水的 流水的 就过水的通道 其实它就中间呢 其实中间呢 是铺的方砖 其实它的路呢 并不宽 就是几十公分 它两侧用卵石铺呢 其实叫散水 它有的地方呢 还铺成花卉的样子 一会儿我们有 比较清晰的地方 我们可以给个镜头 然后看一看 我们看这种新上市 这出来 还有台阶 它台阶也是这种样子的 也是很自然的摆放 所以说呢 就是整个如园 它就显现了 那个江南园林的风格 就是说 它就是不是说 一个比较正规的建筑 就是就是 那个小净通修 贴近自然 就是皇帝呢 它整个从建成之后 从英正皇帝 之后呢 就是皇帝大部分时间呢 然后那个 其实在如园 在圆明圆 它不是说在紫禁城 因为紫禁城 大家知道比较庄严肃木 然后比较单调 然后专门有学者统计过 就是说 历任皇帝 从雁正开始历任皇帝 在圆明圆的时间 带着比在紫禁城 带着时间长 尤其是如园呢 是皇帝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然后乾隆皇帝 曾经写诗啊 就写如园 就说 如园本事笑江南 如今日江南 笑时堪 就是说 它本来如园是仿江南的 但是呢 现在就在它那时候呢 江南就其实就不如如园了 所以说皇帝们就特别喜欢 如园 对 也是每年 都是清朝的皇帝来这 避暑的地方 因为圆明圆也号称下宫嘛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整个 整个圆明圆 它是分为三个园子 它分为就是 狭义上的圆明圆 长城园和起平园 然后我们所在的地方呢 其实是长城园 在东南角 就是如园 它的占地面积其实并不大 一万九千平米 然后那个 它的建筑面积呢 它两千多平米 然后咱们先看看 整个如园的 它的布局 它的平面图 它的平面图呢 然后我刚才讲 就是说 它是色东潮西的 从这个地方呢 它进宫门 这宫门是三间如园 这宫门 然后它的正门呢 面对的这个是叫 翠维亭 是个方形的亭子 然后这个地方是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 叫新商市 新商市这后面呢 这有一个院落 如园的水是从哪来的呢 这边有一片大的水面 现在有两只黑天鹅 在这带着它的 小孩们在这游戏 然后我给它戏称为 叫天鹅湖 它的水呢 是通过在山底下 有个寒洞 然后暗道 然后进来之后 然后引到如园 引到如园呢 然后过了这个水呢 这地方有桥 过了这个水呢 这个地方有叫静一斋 静一斋呢 然后它现在一会儿 我们还能看到 一会儿 沿路我会给大家介绍 其实呢 残垣币还在 它的地基还在 然后过了静一斋呢 然后是香林经社 香林经社 我们是计划 下一节的发掘 香林经社 文献记载呢 它当时门窗 都镶着玻璃 而且我们在如园 考古发掘的过程中 我们出现了很多 出土了很多玻璃碎片 现在我们正在 在实验室呢 做测试 就是看它的成分 因为我们能从成分里边 看看它到底是 进口的玻璃 还是国产的玻璃 因为它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然后过了香林经社 它有 有 有廊道 我们也硬发掘出来 有廊道和其他建筑连接 这个地方呢 放一个方亭 叫邪秀亭 邪秀亭是个方形的 然后邪秀亭呢 它南面有甲山 它的东面呢 也有甲山 也硬发掘出来了 然后往西看呢 这是刚才我说的 静一斋的地方的甲山 它三面呢 都有甲山 然后北面呢 有廊道和其他的建筑连接 叫隐胜斋 隐胜斋过来之后呢 有它最大的大店 叫延青堂 延青堂比较有特色 我一会儿到现场会介绍 然后过了这延青堂 有它的刚才 刚才那个记者说的 那个就是路网系统 有环 这个环岛性质呢 是我们几个同事 我们戏称叫环岛 跟现在咱们马路中间的环岛 它是一样的 然后环岛呢 它有几个出口 其中有两个出口 它是通往山这 然后有六交亭 叫一峡亭 一峡亭再上山呢 然后有官方县 然后官方县 到下来之后呢 有半山药 有个叫戴月台 这种这些名字 都非常富有诗意 然后下了这个戴月台呢 有潭烟 然后到寒碧楼 寒碧楼是个两层楼 然后我们在清理月台的时候呢 然后发现了 就是家庭皇帝的玉笔时刻 然后我先卖个关子 然后王后一会儿再说 是到底是 就是皇帝的玉笔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还是也是很 期待能看到 当时的玉笔T字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经历了圆明园 经历这么大的一个破坏 最后还能出土这些 非常具有文物研究价值的 这样的一些文物 一些字 甚至尤其是这些字 对 皇帝 尤其是皇帝的这些字 对 还是很有意义的 对对对 然后到了这边呢 其实有个过节天橋 叫霍杰楼当时 霍杰楼呢 其实通往西陈园 西陈园是 在圆明园前盛时期 是五个园子 就是长城园 启神园 圆明园 西陈园 春夕院 然后那个到家庆之后呢 把西陈园就化给一个中史了 然后所以说 就不归圆明园了 但是在乾隆时期 它是圆明园的 所以说乾隆皇帝呢 他专门写过诗 就是说这个过节楼 他当时叫富道 就是他连着西陈园 那我们现在 往前走 往前走 然后到前面那个 残原弹壁的地方 其实就是静医斋了 其实静医斋呢 我们其实 下一步呢 不计划发掘 就略为作业整治 将来游客呢 到了我们 如园一址呢 他能够看到 就是说 太原弹壁 就能够领略到 就圆明园的沧桑 圆明园也是被称为 万园之园 尤其是这个如园 它现在是位于 长春园中间 东南角 而且也是 长春园的算是最大的一个 而且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景点 这次的挖掘工作 您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 挖掘的一个顺序 一个情况 是这样的 其实整个如园的发掘呢 是从一二年就开始了 一二年开始 然后我们都盖白布的那个地方呢 就是一二年发掘的 然后那个地方呢 叫听前县 然后还有云罗山馆和自来史 听前县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水从天安湖过来之后呢 然后那个 他流到这个听前县这 然后有太湖石 那个水流到那个太湖石上 叮咚作响 所以说呢 黄帝呢 又喜欢在这个地方 他想象成听前的样子 其实他就听那个 叮咚作响的声音 而且黄帝特别喜欢在这个听前县 他其实面积不大 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个静姬斋 就是他的 现在就是支撑他的基础 和他的中间的夯土 我们在圆明园发掘呢 我们就发现 就是好多啊 他其实外面应该是包着砖的 但是这砖都不在了 就是被圆明园废弃之后呢 然后被很多 然后像军阀政客 老百姓呢 把这些砖都启走了 所以说就送中间的夯土鞋了 然后这是 静姬斋呢 其实就是建在这个甲山社的上面 而且呢 我们都知道 从乾隆 这个乾隆时期始建 到现在都将近三 就三百多年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墙啊 还在很顽强的 移立在柔原的遗址上面 就说明当时的皇家建筑啊 它的工程质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曾经查过一条文献 就是在 在那个 彭岛摇台 就在圆明园的福海里边 有个彭岛摇台 他在乾隆五年的时候呢 有两个内务府大臣啊 兼修 彭岛摇台的建筑 然后到乾隆 五十五年的时候 就是五十年之后呢 他那个瓦面裂了 乾隆皇帝呢 就折成 这两个内务府大臣 然后自己掏钱 去修 就是可见 当时的追折 也是很严格的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 这是我们这个大面积的发掘现场了 对对 这是 前面是严庆堂 然后这个是 叫邪秀亭 邪秀亭 这个邪秀亭呢 邪秀亭呢 它是有路和静一斋连接的 就这个路当然是断了 但是我们根据走的走向呢 应该是连向静一斋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跟大家就说指一下 这个地方呢 其实才是路 它两侧呢 卵石铺的是散水 而且我们都看到这个散水呢 它用来是铺出了一个花卉的样子 就是非常的精巧 就是 就体现了咱们中国古代建文呀 精益求精的这个精神 就是咱们现在提倡的弓箭精神 我们都看到就是 当时的路中间它铺的什么呢 中间铺的是方砖 这个路都其实都不大 就整个圆明园 它的路路交通系统 其实并不发达 它没有说所谓的很多大路 其实就是这种小路 它的交通的主要是靠水路 一会儿我们能看到它的水路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我们就上了协油亭的台阶 就协油亭的台阶 比那个如牙的宫门 就是更能清晰一点 就是它的石头都没有经过 专门刻意的加工 然后它两侧的锤带 然后就用这个太湖石 作为点井 然后我们就云朵踏坐 其实就是 就是像云彩一样 是吧 当时的这个石头也是很有讲究 很多都是选用太湖石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个亭子上面 我们从这个外面的这个大致的框架可以看到 它现在四边是有四个坑 它这四个坑是当时是放柱子还是什么 是这样的 就是整个协油亭它是个方亭 它是方亭 它每个这四个角都会放四个柱子 四个柱子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为什么是坑呢 因为柱子下面叫柱土 是石头的 石头下面它为了 因为它整个承受建筑的重量 它的基础是用砖砌的 然后不是土是砖砌的 但是这些砖呢 在圆明园废弃之后呢 都被漆走了 所以说呢 我们看到的如今是坑 而且我们看到它的其实坑底下 其实它的基础呢 还非常深的 就是我在圆明园做考古发掘 我们曾经解剖过 就是它最深的基础到3米8 3米8之下是它的 到它的基础 就是说它的基础做得非常厚 就是皇家工程质量是非常高的 它现在有这么大一个坑 是不是也说明当时这个亭子是用木质的材质来建成的 然后最后由于受到这种大火的焚毁吧 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柱子全都没了 现在只剩下坑了 对 这些柱子 就是咱们中国的古代建筑的特业呢 就是土木结构的 就是它的柱子 包括它的屋顶上面的船子 凉了 都是木头的 就是特别容易着火 就是我们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发现如然呢 在末期通体过了一遍火 而且火呢是非常大 而且火是比较 实际时间比较长 为什么呢 一会儿再卖个罐子 一会儿咱们能看到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亭子呢 叫邪秀亭 为什么叫邪秀亭呢 我们刚才也听见鸟叫了 然后那个 王南看 有甲山 甲山上 然后有个叫青鸟县 然后王西看呢 也有甲山 那还有山洞 还有甲山累计的山洞 然后出了洞门呢 其实出了洞门 然后有台阶 台阶呢 有个路 通往另外一个甲山 所以说咱们就边走边说 这也是一个自然的形成的一个台阶 然后旁边也是这个路 我看跟刚才的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为什么说路中间的方砖没有了 因为方砖它能用啊 能力说一下也被骑走了 然后这个甲山石呢 然后我们刚发觉出了 就发现很多都是红色的 其实呢是被过了一遍火 就当时呢我们发觉 包括这个路面地面 都是发红的 就整体的还是过了一遍火 你可以那个镜头到这边来 镜头到这边来 你可以看这全部是烧裂了 这些石头 这种颜色很不一致 上面有青的 然后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 像这种红色的就是经过大火 长期的这种断烧 然后才形成这样的一种红色的石头 这样的一种主观 对对对 你看这个瓶子的脚在哪呢 瓶子的脚在这里 这是当时那个斜秀亭的脚 这个叫我们叫绊脚石 它的脚在这儿 做瓶子的入口应该是 瓶子是在东西向的 然后这里就连着这个篮子 然后咱们继续走这条路 这条路呢 在中间这有过水的通道 嗯 这当时应该是一个水 一个是甲山的湖 中间有水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不是水 这是过雨水 过雨水的地方 然后咱们那个通过就是 就是这个路上台阶 这个台阶是隐胜圈的台阶 隐胜圈的台阶还保持的比较高 它的室内当时铺的沙子 为什么铺沙子呢 一会儿咱们有大面移的金砖出现的 其实它是铺在金砖下面的 我们能看到隐胜圈的台名 这是隐胜圈的台名 一般中国古代建筑的台名是石质的 它的石头呢 大家能看到其实都崩裂了 崩裂了其实呢 这也是被大火烧了一遍 而且我们知道石头它是很接着的 它要是短期的火它不会烧裂的 所以说它的时间就应该是比较长 这边瓶子是什么时候发掘出来的 这是今年春天 今年春天 春天和这个我们马上到了圆青堂大殿 它之间呢 都也点缀着这个甲山石 会是要引走它坐 圆明园也是号称万园之园 像这种甲山 还有这种路有点 类似于江南园林的风格 是不是也是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所证了 当时这个如园 也是有江南园林的景致 对 几乎是处处体现了江南园林的风格 这几乎是一步一景 我们现在呢 站的这个位置呢 是在圆青堂大殿上面 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就是整个圆青堂大殿呀 然后柱网呢 都保存比较好 就是它的柱子 都保存好 柱橱保存都比较好 它的柱橱呢 是石头做的 因为 因为那个上面是接的是柱子嘛 柱子是木头的 然后容易腐朽 所以呢 它就底下是变的是柱橱 柱橱下面呢 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它的基础叫酸堆 是散动器的 这是什么石 这是一门大理石 一门大理石 就像这种柱子呢 它有像这种 它不是中间呢 一般是圆形的 我们叫古镜 但是这呢 它是切了一点 说明了当时这有打了隔断 是专收的 然后我们就在这一片呢 当时发现了很多磁砖 很多磁砖呢 然后就坟采的 坟采的说明了 然后这地方呢 然后那个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然后我给它起名叫西暖阁 为什么叫西暖阁呢 因为这个磁砖呀 它是 是蜂窝状的磁砖 就面是坟采的 然后里边呢 是蜂窝状的 里边有有孔子 有有有有圆孔 这个圆孔是干嘛的 我猜测呀 是那个 通暖气的 就是 所以我给它起名叫西暖阁 所以这个地暖呀 在清代的时候就一样 对 从清朝那个时候 皇帝就开始采用这种 你推测啊 推测啊 采用这种地暖的方式来取暖 对对对 除了夏年避暑 冬天还可以取暖 对对对 然后那个 我们往这个地方看呢 就在阎前南大天的东侧呢 还有前方呢 然后有大面积的金砖 对对 我看这个金砖好像都是碎的 都是裂的 这是 这金砖是 按说它是硬度应该很高的 对对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个我们游客都去过那个 库公三大殿里边 其实地上铺的全是金砖 这个金砖呢 然后它 它一摇呀 要用两年的时间烧制 就是它从悬土 悬土呢 然后有一个复杂的过程 然后小关土呢 它要冻一冬天在室外 冻一冬天呢 它要把那个土性去掉 然后呢 再洗土 洗土在祸泥 成坯 然后呢 再入窑 入窑之后呢 它要经过130多天的纹火 烧制 然后才能出窑 就是出窑之后呢 然后还有皇家的监工验寿 它验寿呢 如果是一窑 六块不合格 然后它就 不要了 不采购了 然后那个窑户呢 就容易造成 碰家荡产 你想一窑它烧两年的时间 然后你最后 你皇家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它就赔到自己手里了 对 那也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明 这个金砖的烧制的质量 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 就是它鉴定的标准呢 它有一个标准叫 敲之有声 断之无孔 敲之上什么的声音呢 像金属的声音 金属的声音 所以说 我认为这是金砖的名字的来历之一 然后另外呢 我刚才说它 一窑金砖药经过两年 就它成本是非常高 所以说 这就是它能够比同 相当于金字一样的价格 所以说 这是它的来历第一 然后另外呢 金砖呢 一般呢 是在南方烧制的 然后它通过运粮船呢 然后运到北京来 所以当时呢 叫金砖 就北京的金 金砖 所以说 要如果像我 那个山东的这种口音啊 叫长了 可能就叫成金砖了 这是它的三个来历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也就是说这个金砖 它很贵重 很不容易 只是可能在京都的时候 就是皇家专供嘛 对 应该质量非常高 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情况 就是这个金砖 基本上都是 租北了 对 已经租了 或者是已经裂的 碎的不行了 颜色也已经变了 那它这是 是由于这个 长期 时间长了 因为经过了一百多年 是长 时间长 它自己腐朽了 那还是说当时 经过这种大火的 焚烧 和其他的一些破坏 导致它这个金砖 成现在这种状况呢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们发觉之后 然后我们就 就能很快的就能推断出 这是在如园的末期啊 它经过了一场 就是时间 非常长 而且火是比较凶猛的大火 烧成这样子 其实陶制品啊 非常忌讳 就是二次过火 而且是时间比较长的 我们中国 就是刚才我讲 那个咱们中国古代建筑 不是土木结构的吗 就等于它 这个建筑着了火之后 它的柱子塌下来了 然后房顶塌下来了 房顶上面有船子 有梁 然后也是木头的 然后它砍下来之后 它就盖住了 盖住之后 形成了闷烧的这种状态 所以说它就会 形成这种样子 然后咱们从这边 然后咱们下了 下了台阶 咱们能够看 盐清堂大殿的侧面 然后还有那个 它的北侧有月台 它的北侧呢 是月台 从这 这个提倡就开始减小了月台 减小了之后 然后到了湖中间 就我刚才讲的 我给它细成天鹅湖的这个湖中间 然后到那个湖里边去了 然后我们发现了码头 就说明啊 就是当时的皇帝来圆明园 还有两条路径 一个是通过如原的宫门 就是西向南的宫门 然后另外呢 从其他地方呢 然后乘船到这个码头 然后呢 到盐清堂大殿 其实盐清堂大殿 在文献牛记载 那个嘉庆皇帝 曾经多次在盐清堂大殿 然后伺候皇太后呢 进膳 其实进膳 咱们老百姓叫吃饭 皇家叫吃饭 叫进膳 这盐清堂应该是 当时的这个核心的区域 两侧有停台楼阁 然后前面有水路码头 等于说这个除了 景色不错 然后交通也是非常便利 我们现在能够就是 马上就到了盐清堂大殿的前方 盐清堂大殿的前方啊 我们站在它的前岳台上面 前岳台上面呢 然后我们往它大殿方向来看 我们能看到就是它的斗板石 或者说台鸣 然后它的这个 这十条的体量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就是说我们 测试一下它的成分啊 这是房山 从房山区 大石窝那儿的石头 它从踩过来 再运输过来 那么大的体量 然后那个 它的那个看面 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一面呢 然后加工的非常平整 就我们都知道 就能推出这 皇家当时的这个不计成本 工艺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 中国当时的这种 打磨的这种工艺也是非常先进的 对对非常 对非常先进的 就是当时的工匠 就是追求的这个 追求的这个精益求精 然后是中国这个古代 那个工匠精神 然后我们现在 其实真的很值得学习 但是啊 我们看这个也是裂了哈 对 我们看到你看 这这 它厚度将近80厘米 厚度将近80厘米 然后都全部被烧成裂成这样子了 裂成这样 然后这儿你看看 这应该是这一块石头上裂下来的 我们发觉的时候就这样 就说明了 这个火啊 应该是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们知道 石头烧一会儿 它是肯定不会那么 裂成这个样子的 这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 是南越台 南越台文献记载呢 道光皇帝 咸丰皇帝呢 在这个地方搭了五间粮棚 五间粮棚呢 然后它干什么呢 成粮 然后另外呢 前面是这个凹陷的地方 这是当时的湖 然后湖中 它看什么景色呢 我们在那个地方挖了一条碳沟 然后我们在塞散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很多莲子 就说明了当时在种的是荷花 然后另外呢 就是这块我们是解剖了一半 为什么解剖这一半呢 是因为2017年的第一场大雨 然后我们发现这个地方略微的有点下陷 就周围的颜色有点不一样 然后呢 而在我们在清理过程中 然后就发现了 这是当时搭粮棚的柱子的痕迹 就是它这个柱子躺在这个地方 但是要小一点啊 这柱子看到颜色小一点 对对对对 然后这儿是有应该是三个柱子 在三个柱子 然后这边呢 应该还有三个 应该就给文献记载 就合上了 当时说搭了五间凉棚 五间凉棚是六个柱子 然后呢 在它的前方呢 然后我们就发现 然后就表有 这儿然后有那个 袈裟的桃片 然后而且形状能出来 形状能出来 然后这一排呢 现在是发现了五个 最开始我跟我们同事之间就有争论 就是说是它性质干什么呢 我们同事说是不是祭祀用的 然后我的推测呢 是其实种的花 因为为什么它种花 这还要埋在地里边 然后用花盆呢 因为中国的古代建筑 它用了很多石灰 这个石灰呢 我们知道它不容易长植物 所以说呢 它把这个土放到花盆里边 然后里边种上花 肯定长得比较好 所以皇帝在这个凉棚里边 还能看到这个 它当时种的花 然后呢 还能看到湖中的荷花 然后我们想下一步呢 我们会把这个整体的这个花盆呢 然后提取到实验室 然后把这个土呢 要全部的那个浮显一遍 然后看看 如果能够发现当时的 种子 或者甚至是根茎 我们在实验室里边 就能够发现出来 或者说能够判断 它当时到底种的什么花 然后那个文献记载啊 然后如原 其实种了 种了牡丹的 当然我们 我们来慢慢在实验室处理 然后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对对对对 然后这是他们南大镇的边界 哦这个石头我看很特别啊 对刚才那些石头全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呢 这个路 这是建筑的散水 这叫建筑的散水 就建筑的散水呢 我们目前在原本发现了三种 一个呢 是用这种石板 另外呢 是用卵石铺的 另外还有一个种呢 是用青砖铺的 这是用石板铺的 而且是各种颜色都有 对对 我就想问 它这个石头颜色是故意 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还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破坏之后 它会出现这种颜色呢 一开始就这样子的 它是比较美观嘛 而且这边上放的这个 这是 这个是叫土圣石 这是这种大的石块 这是这个地方应该起台积的地方 就是那个 药台的台积 从这儿就在用石头 然后就起来了 但是这儿 应该是被搬走了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 在其他地方好像 对这个如园发掘的过程中 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对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 就是在盐庆堂大殿的这个角 这个角呢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也是对着 对着那个甲山石 就它作为点井用的 我们就是叫 叫云朵塔座嘛 然后呢 这儿呢 这儿有一个 这儿 这儿有一棵树 这棵树 这个是 这个树 这是就是当时 如园栽的树 然后它的树种呢 我们现在正在 在摄像室 然后做切片 然后那个 那我们就是考古发掘呢 其实不一定 就是挖出金银财宝来 其实对我们来说 可能研究的是 社会的方方面便 你金银财宝挖出来 可能固然可喜 其实对我们来说 其实它的研究价值 其实并不大 对我们来说 有可能就是说 像比如说 我们发现个树根 发现一点 就是砖的 桃的东西 反而更有作用 对我们研究来说 研究当时 园林中间的一些植被 对啊 研究它的植被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植被 肯定不是原来的植被 它当时它到底是怎么 怎么做的 布的井 然后这是我们研究所在 然后我们看 就是说这条 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路 这是如原中侧的交通系统 或者路路系统 也就是那个环岛 对 然后往前看 我们能看到环岛 是吧 我是叫它叫它环岛 然后中间人家 还堆着假山 是吧 现在咱们很多地方 那个环 那个马路中间的环岛 就种点花草 是吧 人家原来是假山 然后呢 这个环岛呢 有几个出入口 我们就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出口 我们暂且叫它A出口 这个A出口呢 是冲完了 然后就上山了 上山的这个排节呢 其实呢 也是没有经过加工 是容易踏步 然后呢 再往前走呢 是有另外一个出口 对 这个就比较完整啊 对 整个道路 尤其是这个环岛的 保存的比较完整 中间还有假山 现在我们看 这些假山石 其实都很多 对话都裂了 其实这也是过了一段火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有另外一个出口 这是上面 那个上面的石头 滑落下来 然后 这个出口呢 也是能够通往山上 也能到山上 一会儿山上呢 然后有 有另外一景 然后再一会儿 一会儿再说 然后呢 这是闭出口 然后另外呢 在这个地方 是被破坏掉了 但是我们能够 根据我们的经验 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呢 路有一个往那个 湖中清洁的方向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有个堤 或者是桥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通往 严谨堂 北越台的 台阶的这个地方 然后所以等于有 四个出口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这当时的这个痕迹 还是很明显的 中间这个砖的 那么一痕迹 算能够判断出来的 然后呢 咱们就 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算是到目前为止 发现的 保存相对来说 比较完整的 这种有江南园里风格的 这样的景观吗 对 这是 这是一三年以来 然后 第一次发现 这也是今年春天 挖出来的 嗯 今天春夏之交 像发觉时候这样的景观 对于圆明园的考古工作 遗址公园的保护工作 有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吗 首先呢 我们通过就是 那个如园遗址的发觉 我们肯定是 发现就丰富了 它的历史文化内涵 另外呢 我们游客不是 大部分时间都去西洋楼吗 是吧 就是来了西洋楼 就等于到了圆明园 其实实际上 西洋楼不能代表圆明园 它是西式建筑风格的 但是我们98%的面积呢 是中式建筑的风格 就是我们能通过如园的发觉呢 我们能了解我们的中式建筑 它的工程做法 然后另外呢 就是我们发现了 就是通底的过火的遗迹 就肯定能推出 能说明 就是我们不说 就是说它是在 哪个年代烧的 但是它肯定是在如园的末期烧的 如园存在的末期烧的 对 然后咱们从这儿 就沿着当时的路 就是当时皇帝抖的路 然后上山 其实 作为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说 很多人还是很希望看到圆明园 当时万园之园的这种 风采 对 风采 但是由于经年累月 遭受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破坏 现在圆明园很多景观都已经看不到了 对 我们就是站在这个地方呀 然后可以一看一看 是非常非常的开阔 是吧 风景也是非常美 然后我们上了台阶之后呢 上了台阶之后 然后这呢 这好像还是一个亭子哈 这是个六脚亭 这个六脚亭呢 然后可能大家有点看不太懂 但是它的轮廓是能看出来是个六脚亭的 但是那个它每个脚呢 有一个坑 其实就跟我刚才讲的斜锈亭一样 它在底下呢 是柱子的基础 叫桑堆 然后但是呢 它是钻砌的都被骑走了 当时呢 就是上了这个 我们发掘之初呢 上了山 上了山之后呢 我们就推测 就是这边不是还有山吗 还有山 然后是怎么上来的 然后我想这有 要是究竟原则的话 那肯定是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壁朝旁边 然后这个 这个重站上山 但是我们在发掘 然后就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之后 然后我们几个 就在一块探讨 那会不会就是过了亭子 然后它形成 柳暗花明鱿鱼村的 那个意境 所以说呢 过了亭子再找一找 会不会找到 但是当时呢 这个山呢 一直就 一直清洁到这边来了 这个山 这是经过后期挖的 然后才把这个路给挖出来 一开始 我也很奇怪 因为这个路不是从 那个 严静堂的正门 出来之后 直接左拐就上来了 而是好像绕了一个弯 对 它就是取得这个 取静通幽的这个意境 我觉得这是 然后那个 你看这个路 也是就是说 就是石板 就一般的石板 也没有经过专门的架工 就这么上来了 其实咱们现在是走在 咱们走的不是路 咱们走的是文化 是吧 这也是很自然的摆放 所以说 以后我们如园 发酱完之后呢 会做展示设计 就是以后我估计 可能大家来圆明园玩呢 然后可能 又增加了一个目的地 就是除了西洋楼之外 可能如园呢 然后大家不用去江南了 然后可能到如园来 就能来就能体会到 江南园林的风韵 像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树 这棵树不是 这棵树不是 首先它在当时的路旁边 台阶旁边 然后另外呢 这是一个杨树 它年头并不长 我们能看到就是 咱们上来山 这个石板路 其实是绕着这个一圈 绕着这个建筑一圈 这个建筑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建筑叫官丰县 这它为什么叫官丰县呢 那个我们现在东侧呢 这个官丰县的外围呢 其实就是圆绵的围墙了 圆绵的围墙 文献记者呢 在围墙外面 当时呢 是种了很多稻田 很多稻子 然后大家可以想一想 皇帝站在这个官丰县这儿 然后能看到外面的 稻浪重重 一派丰县的景象 所以说顾名思义 他就给它起的名字叫官丰县 所以说就是 起的名字非常的有寓意 然后我们在这儿能够看到 官丰县它其实有三处台阶 一个是在它的北端 然后在它的西端这儿有台阶 就非常巨大的一块片石 另外片石 然后这其实是它的台阶 然后从这儿呢 能够进官丰县 这个石头应该也是经过破坏了 但是这个石头好像不太一样 这青石 对 青石 就是我们从这儿 因为镜头可以给到那儿 从这儿我们都发现 其实官丰县保存的也算是比较好了 然后这是它的当时室内的电层 对 雷尼地板 现在的地板 对 当时你看它铺的什么 当时肯定是铺的方砖 它的痕迹还在 但是方砖不在了 因为方砖还能二次利用吗 是吧 现在这个石机 这个是当时应该是底下的 对 底下的电层 就是室内台机 它的硬度呢 它是叫三合土 它的硬度呢 我们测试也 我忘了是类似于几号水泥的硬度 大家想想几百年了嘛 咱们现在水泥 可能没用过了一两年 它就裂了 但是人家这地板非常硬 现在我们是用我们的洛阳产 一看的话 它一打还是一个白点 非常的坚硬 从这个方向 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点 从这能整个俯瞰整个这个如意园的景观 包括延庆堂 那边的延庆堂 还有这边的汉密楼 其实这个石板路你看就绕着 翻蜂蟹的一圈 对对 它是个弧形的 对对对 然后关蜂蜴叶呢 出了东门呢 出了南门呢 然后这有台阶 然后前面呢 门前呢 也有石板路 石板路到这儿是断了 然后我怀疑这几块是 但是因为 断定它不是在原位了 所以我们就先 目前暂时不给它 现在不原 嗯 然后从这儿就慢慢的缓步 就下坡了 从这儿呢 然后我们就能看到呀 然后 然后那个 我们就看到 这是外面呢 是中关城大街 外面是中关城大街 然后呢 这些围桥呢 这是后来修的 围桥是后来修的 然后呢 这地方呢 就是我刚才说的戴跃台 就是它是个半圆形的 现在我们的工人呢 然后正在发掘这一块 从这儿看下去 能明显地看出来 是个半圆形的 对对对 就是嘉庆皇帝呢 就特别喜欢这里 他曾经写过一首诗 然后 它其实也是嘉庆石井之一 这首诗呢 我记不太全了 它的大意呢 就是叫 就是在沐烟刚起的时候 沐烟呢 就在老百姓做饭的 做饭的时候那个吹烟 吹烟 然后刚起的时候呢 它就在这个地方呢 然后敞开怀 敞开怀呢 然后在这等待月亮出来 当然它可能会不会 带着心爱的人来一块 那现在就 就不太清楚了 也是这个 比较有意见 对 已经比较厚 明显也比较好 然后呢 咱们其实在回来之后呢 这有下山的台阶 当然台阶这儿是已经被破坏了 但是这儿还存在几间 这下山就比较走飘一点 慢一点 这几天 北京也是非常热 平均每天的温度都在35到36度 我看考古人员 还是在这儿辛苦的工作 这已经上午 接近中午了 十一点多了 其实 考古人员还是很辛苦 没有 其实对我们来说 不分冬天夏天 就形容我们的话叫 晴天一身主 雨天一身泥 其实现在是 然后其实就是工作性质 工作性质就这样 然后 而且吧 可能我们干常了 就做考古的干常了之后 就是它是发自内心的 去喜爱这个专业 在现场呢 其实并不觉得苦 因为它时时刻刻 有新的发现 所以说呢 就是 我开玩笑 我们每天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但实际上 我们每天晚上回到家 到那时候才感觉到累 在现场的时候 是不感觉到累和苦的 就像我们的女生 像我们的女生 就是狂呼的很厌 但是实际上还 实际上 热吗 热吗 太热 这么辛苦 其实还是晒飞了 黑的 黑的 就每到夏天 黑三飞嘛 好 每到夏天 黑三飞 然后用北京的话 来讲 就是黑是黑 是北非 是北色 但是实际上 是晒黑的 不改 这个半圆的 它的边界现在基本上出来了 已经挖出来了 这个已经到边了 这个已经到边了是吗 也到边了 这是底下已经到底了 这底下也到底了 然后边上就到这个地方是边了 它这个半月形的 所以说就是无论从它的名字 还是从它的这个形状上来讲 都是非常有意境的 就是皇帝这是很享受的 所以说皇帝 清朝的皇帝呢 我很喜欢蓝圆圆 因为它的政务非常繁忙 你像雍正的话 它一辈子踢了那么多重褶 它也得修全呀 这个是有个桥我看 这不是桥 这是寒冬 寒冬啊 就是寒冬啊 它跟西城园的水系是连通的 就是它在山下 就是代药台之下通过去的 就说明它肯定是先修的 然后代药台是后修的 然后呢 外边就是西城园了 它这个水是从西城园过来的 不是 西城园的水应该是从这边过来的 从那边过来的 对 就是说整个我们通过 一三年以来的考古工作呢 我们就发现圆圆圆的水啊 有出口 也有进口 也必然有出口 就是它整个的都是活水 没有撕水 然后再往前走呢 我们就能够来到就是 它的楼这儿了 叫韩碧楼 当时是两层楼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些考古发掘的重点 对对对 然后我们能看到就是 它的主题呢 现在我们没有发现 就是它的主题没有发现完 然后在墙上下边还压着一部分 就上面这个墙 肯定是位置是不对的 哦 这个砖又是另外一种风格 对 这是它的山水 这个 这是另外一种山水 这是用砖铺的 我们在像这种铺法呢 我们叫肉子面 就咱们铺的肉子那种 就叫肉子面方式出气法 而且这个 这个就拍的就比较整齐 对对对 你看这个条纹非常清晰 然后 方默正正啊 也是被过了一遍火 烧成这样子 也烧裂了 因为像这块 这块它的斗板 这块石条那么大 它整个都是裂成这样子了 再不是说 力 再不是说因为时间太长了 然后 成长再走样子 实际上是因为过了火 这是十分遗憾 这么好的 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都被破坏了 呃 面向 就是面向湖呢 面向湖这个地方是它的月台 呃 就是它的月台是这么 是冲北的 月台是冲北的 就跟那个盐庆堂遥相呼应算是 对对 就是冲北的 当时这个湖呢 其实都快被 参平了 然后它的月台 它的月台呢 我们根据我们的发觉经验呢 其实它在外面呢 它肯定是外面包起着台名 呃 包起着台名 台名呢 一般是十条 所以呢 我们把这块呢 然后我们要做清理 呃 清理的时候呢 清理的过程中呢 我们就有了 比较重要的发现 嗯 这块的石头就比较完整 对 因为好多石头 我看 呃 只是有一些磕碰 但是整个大体的框架还在 其实也是整个过了火 我们就在清理这一块石条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 然后那个 当时我们工人就叫我们说 那个张老师 在这地方发现字了 然后其实我就感觉特别的惊喜 为什么特别的惊喜呢 当然那时候也不累了啊 呃 是因为就是字 就发现文字呢 对我们考古功的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首先呢 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呢 能够就是说 呃 就是说 能够认识当时的历史 因为我们 在文献 看文献 看文献可能记不了那么全 然后另外呢 我们能够通过文字呢 然后能够复原当时的历史 然后那个我们当时就发现这几个字呢 是猪华翠盖满池 但是呢 第七个字呢 第七个字就是一个角了 然后就断了 就是往后是什么 我就不清楚了 哦 这还能看到这几个字 对能看到这几个字 叫猪华翠盖满池 对还是能看到它的几个猪华 这是猪华翠盖满池 嗯 它下边肯定还有字 所以说呢 那就还需要再复发觉 那就根据我们的经验 我们就像 其实我们其实就像破案一样 然后呢 那就根据它延伸的方向呀 应该是在这边石条上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一块儿 然后就发觉了 呃 发觉完之后 之后呢 然后当时就特别惊喜的 就在于什么呢 然后发现的是 是 建文有两个字叫玉蹄 就是那玉蹄的话呢 肯定就是皇帝写的嘛 是吧 玉蹄 然后呢 这有一个印章 哦 有两个印章呢 这一个印章呢 叫嘉庆玉笔之宝 然后下一个呢 叫树文 诗礼 临心传 临心传 呃 这个嘉庆玉笔之宝呢 呃 我们去过故宫贼宝馆的地方 他可能 这个地方还有那个 嘉庆玉笔之宝这个玉蟀 然后前前几年拍卖 拍卖市场 然后也有一个嘉庆 玉笔之宝的玉蟀 然后下边呢 那个叫树文 诗礼 临心传 呃 它树文诗礼呢 其实是呃 出自呃 论语 呃 然后呢 它其实 它的意思呢 就是呃 就是皇帝呢 叫自幼呢 就公主诗书 诗书 礼经 呃 礼记 呃 然后呢 呃 领心传呢 心传呢 是出自大学 就是说 师父和徒弟以前呢 他没有书嘛 那就是要口口相授 就是通过口述来来说 那叫心传 呃 就是它整个通体的意思呢 就是说呃 嘉庆皇帝呢 自幼保读诗书 然后呢 呃 呃 深受皇父的教诲 皇父就是乾隆皇帝嘛 然后教诲呢 然后他永远铭记在心间 呃 然后这是他的呃 比较常用的一个玉玺 我们在很多传世的作品啊 然后还有那个呃 玉玺上都有这这几个 就是这个玉玺的印章痕迹 嗯 那么现在这个位置 我发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呃 呃 这一刻尤其是嘉庆皇帝的印章 对那对咱们整个圆明院 尤其是如园的考古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啊 就是首先哈 呃 呃 我我估计可能全国也就这么一块 因为他是因为呃 嘉庆石井 然后嘉庆皇帝对着石井都写了一首诗 他不可能写到外边去 所以说这应该是全国独一份 呃 是吧 然后另外呢 呃 呃 这些文字就是现在我们没有 现在还没有全部出来 那会不会对当时清朝的一些重大事件 会有记载呀 这这个是要等待我们将来 就是研究完做了归案之后 把他这个是诗还是文的全貌 然后揭露出来之后 然后古鸡 哦 可能对我们考古工的来说 啊 是一个安慰 对公众来说可能是一个交代 嗯 嗯 这边前面就是诗啊 这个是当时的湖 就是韩碧楼和盐庆堂大殿之间的一个湖 然后呢 中间我们在发觉的呃 当时我打了一条弹钩 其实我们是想呃 摸清楚就是这个湖 湖底到底在哪 它有多深这个湖 呃 但是呢 打到中间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了建筑基础 然后最开始我们几个同事之间 在一块探讨的时候 那不是说千龙始修呃 始建 然后那个嘉庆皇帝重修嘛 那会不会是乾隆皇帝的遗层 但是后来呢 然后我们发现了 然后其实呢 应该是在这湖中间呢 有一个区区遮遮的木桥 呃 这应该是桥的基础 当然桥的上面是肯定没在的 当时我们挖这条探沟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从土里塞出来很多连子来 就说明了 当时呢 是种的核化 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连子是当时的呢 是因为 就是说在圆面废弃之后 这个地方再也没有没有水 也没有种过核化 所以说呢 那这只有说在当时在地方种了核化 然后接了连子 其实我们现在下一步 我们到室内去然后去测试 看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核化 哪一种品种 嗯 这个就连接延庆堂两个 一个湖坡 那边还是还有我们正还是正在发掘的一个工程 是吧 我看现在拿盖着呢 覆盖着呢 是不是等下一步要进行开采啊 那个我们整个如原是这样规划的 就是我们这一期发掘节度之后呢 我们就要做展示设计 然后然后做完展示设计呢 然后呃就是有该修复的修复 该桂安的桂安 然后呢 对整个游客开放 在开放的过程中 呃我们会设置一部分考古预留区 就是在开放的过程中 游客来来如原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地方 呃考古发掘 然后一边领略江南风景 一边的体验我们考古文化 因为考古其实呃就是大家可以喜欢考古哈 呃其实干考古其实是很辛苦的 呃每年高考之后 现在正好快前高考志愿了 是不是现在 高考志愿大家很多自信我的 包括今年 然后说想报考古专业 其实我一般的会打击孩子的GG性 然后我说那个就是你可以喜欢是吧 喜欢考古但是呢呃就是可以爱好考古 但是不一定去从事这个考古专业职业 因为这个职业来讲是比较苦的一个职业 啊但是呢考古这个乐趣就在于你每天有些人的发现 而且呢在你的人呃人的整个的呃文化底蕴 呃或者是文化的素质然后提高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呃要说很多门学课 因为考古是个非常中美的学科 因为政治经济军事呃呃地理 他的你都得懂古文字查你都得懂啊 所以说你你你你不一定非常专 但是你要懂 因为你遇到之后你要知道 去哪方面去查资料 所以说你肯定要当时上学的时候就要学 所以说他是一个对综合素质的锻炼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啊当然学了之后我不一定干考古哈 呃我是一定上了这个这个这个船了 然后就呃呃坚定的干下去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张主任啊 谢谢张主任啊 嗯 今天的 目前北京考古的工作人员还在紧张的进行如园的考古挖掘的工作 希望今天的直播能够让您对北京圆明园考古发掘工作 有的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有一个大家对考古工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